您知道您今年的年终可以领多少吗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今年有86%的企业是会发年终的 但是有24%的企业年终有缩水 平均下来只发了1.18个月 可以说是8年来的新低 而疫情影响也让员工领到的年终 呈现了两样情 疫情升温 防疫保单 甚至要排队买 不少保险业务员业绩大增 年终笑呵呵 我的部分的话 就是大概成长了两倍 所以说从去年的可能 跟外面比起来可能两个月 现在今年成长到四个月 同样是疫情影响 卖大型活动票券的公司 因为多数活动取消无事可做 年终也惨细细 之前一直都是稳定都是有的 是今年比较特别 就完全没有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今年虽然有86%的企业会发年终 但是有24.7%的年终是缩水的 平均发1.18个月 创下八年新低 资讯科技业对员工最大方 平均一点四个月 年终给最少的是民生服务业 平均零点九个月 虽然下半年度是有稍微比较复苏 但是没有办法弥补上半年度的缺口 疫情影响不少企业年终奖金大缩水 但也有企业发好发满 发更多 呈现两样情 华世新闻卢林彭冠林台北报道